今年体育会伴侣运动爱台湾2.0单车运动乐活热情登场 250名单车的爱好者迎着晨熙 骑乘挑战66公里 沿途欣赏澎湖北环沉香之美 乐活悠悠 这一次单车运动乐活区分为66公里的挑战组 36公里的健康组 以及16公里的体验组 由议员胡松荣 议员陈慧玲 以及体育会理事长张伟南等人名枪出发 共计250名大校车友共襄胜举 我们还是要谢谢一些人 警察局的同仁 分局的同仁也来帮忙 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工作人员很多都是脚搭车的一些老朋友来帮忙 谢谢他们 也欢迎大家帮忙来参加这个活动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口罩戴 好 谢谢 三 二 一 现在安排也慢慢的两排 两排的意识前进 保持安全庆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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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议员胡松荣表示 骑乘单车不只是带步的工具 还有节能减碳爱地球 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 此外单车也能将预乐以及健身结为一体 骑自行车同时也能保揽沿途的风光 舒展身心 也算是锻炼身体好处多多 教育处长舒启昌也表示 疫情这几年大家需要配合防疫的规定戴上口罩运动 或许会感到不方便与辛苦 期许大家在面对疫情这个新常态 保有喜爱运动 找到健康新生活的方式 这项活动主要是推展全民运动 非竞赛型活动 参加人员 安全第一 快乐出游 平安回家 希望大家起出活力 起出健康 整个单车快乐游巡礼活动的过程 是平安 圆满 和成功 记者 陈荣誉报道